慈濟志工一九九六年 在墨西哥提瓦那的 馬瑞塔平民區 園建了一所慈濟小學 志工不定期前往關懷 美國南加州城縣的慈哨 也來發送文具用品 歡迎感恩節 從南加州城縣 搭乘大型巴士 慈濟志工帶著慈哨和家長 穿越邊境來到墨西哥 放眼所見 已跟美國迥然不同 趁著和家團聚的感恩節 呈現慈哨般特地安排了這趟 墨西哥提瓦那馬瑞塔慈濟小學之旅 慈哨們透過歌曲表演 和慈濟小學的孩子打成一片 我有很多東西 所以今天可以到墨西哥 跟他們也一起分享 陪著他們像也是家人一樣 所以這個感恩節的日子 是跟家人 所以他們就變成我們今天的家人 艷陽下孩子們的笑容更顯燦爛 志工在帶動唱後 也發送文具和結牙組 同時傳遞正確的護牙知識 我在慈濟人文學校教書 我給小朋友講筆 我要給他們籤筆 小朋友都說不要 可是我們今天去給 給墨西哥小學的學生 我們每個人發兩支籤筆 在籤筆盒裡面 他們都高興得不得了 所以我覺得我們真的是很感恩 我們生活在這麼好的環境 能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分發一些school supply 包括一個簡簡單單的牙刷 我在孩子們眼裡看到了感激 看到了天真 看到了感恩 我們有這樣的好的環境 我也非常感謝 我們現在能夠有這樣的好的環境生活 我的孩子有這樣的好的環境學習 天堂 地獄往往只在一線間 美國呈現這群慈哨 透過送愛活動 不僅體會付出的快樂 也更能珍惜眼前的幸福 大家新聞 珍善美志工 墨西哥報導 最高的環境 最高的環境 是要 matrices